大家好,我是蔡明 古早大会这个节目,我特别喜欢看 我觉得这些晚辈特别厉害 让我们这些前辈压力很大 不过今天还好,那些厉害的都没来 不然场面就会很难看 长江后浪推前浪,长江死在沙滩上 这个,这里有点过分的啊,这里有点过分的 我绝对不是说你,我绝对没有说你 请坐 我们来说说潘长江 他为什么可以上这种劲儿啊 好奇妙啊,好奇妙 私下里我叫他潘哥 潘哥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人家啊,紧跟时代潮流 第一批搞短视频 两千多万粉丝 人家这是先天优势 这身高,只要拍出来就是短视频 别人都得数品拍,只有他和你也够了 他不仅拍短视频,还玩手游 有一回春晚啊,我们剧组一起玩一个射击的游戏 第二年春晚呢,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潘哥就问了,你们搁哪个区呢 我说我们都不玩了,你也别玩了 他说那可不行,我充钱了,我充劳度钱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十年过去了 每次见到他,他都在那玩 刚才在后台,他还在那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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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颜鹤翔 没听说过 但是相声演员呢 我倒是认识很多 他们天天在那吹牛 天天说爆菜棉啊 剪了面 没有一个敢爆菜棉 相声们呢 他们辈份非常严格 郭德纲呢 管我叫姑姑 所以什么郭麒麟啊 孟和唐呀 袁云鹏啊 见了我都叫奶奶 所以今天我想问问 这孙子是谁呀 我真的不是占他便宜 咱们问问他 你该叫我什么 奶奶 奶奶奶奶奶 平身 像爆菜棉这种梗吧 还是适合王建国 王建国你好 我不是李雪芹 我是李雪芹的婆婆 你个心真大呀 还在这儿吐槽大会 巴巴巴巴巴的 李雪芹都跟我儿子跑了 我跟大家说一个实情啊 其实啊 我最开始找的是建国来演我的儿子 建国是不是 他不来啊 他说怕演不好 你怕啥呀 你肯定演不好啊 但是你是跟我演啊 什么样的歪瓜裂枣 我带不动啊 不是 你这个说的话 我这个 你看看对面 你潘叔都站起来了 完全是不打字招呼 就是啊 他要是不是跟我演 他怎么能变成 小陀螺小萝卜 小螺丝小鸵鸟 小菠萝小拖鞋 小骆驼小摩托 小摩托 人家讲 见过吗 菜名爆菜名 丁泰生 我不认识 不认识 你喊什么呀 我就听说啊 他批评娃娃的歌难听 我就去把那个片段搜来听了一下 确实难听 我又仔细听 啊 原来不是娃娃 是丁泰生在巴巴 好多人也管我叫毒蛇 不同的是 我的毒蛇招人喜欢 你的毒蛇呢 有点招人讨厌 所以今天我来教教你 怎么能又毒蛇 又招人喜欢 首先 你要说得在理 其次呢 你要说得好玩 当然最重要的 你要跟人家商量好 比方说 潘哥 我可以骂你吗 你 你随便骂我 丁泰生 骂他 其实啊 我跟潘哥 我们除了工作 私下里也很少见面的 现在的CP 不都这样吗 当然了 雪芹跟建国除外 他们俩 现在连工作都不见面了 我呢 做了一辈子的演员 虽然辛苦 但也很值得 我在B站 现在有一个熏牛偶像 叫菜菜子 奶奶口 有一次直播 飘过来一个弹幕 上面写 我的爷爷奶奶 看您的影视剧 我的爸爸妈妈 看春晚 我在B站看菜菜子 感谢您 陪伴了我们三代人 哎呀 我真的特别感动 我就赶紧说 那你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你们三代人 可别忘了 一键三连哦 谢谢大家 我是一不小心 就陪伴了三代人的蔡明